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从事剧烈的运动 然后让自己受到更大的伤害 经过一阵子的年轻人的成绩之后 他就选择慢慢的将自己的重心 从棒球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理想 逐渐的放在这个画作画画上面 数年以后啊 这位年轻人他完成了一个 信不信有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名作 成为一位知名的画家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他的名字就叫做Robert Ripley 也曾有一个上班族 另外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 这个人上班族他非常的努力 但是他却被给公司给解雇了 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形之下 一时之间找不到好的工作 十分的气馁 天天抱怨上帝对他 怎么这么的不公平 后来这位被开除被解职的这个人 他的妻子他的太太安慰他 他太太说天无绝人之路 并且鼓励他往自己的兴趣 就是文学上面去发展 结果这位先生啊 冷静思考以后就决定试一试 渐渐的就开始在文坛上面 展露头脚啊 后来写出了一部震撼文坛的剧作 叫做《红字》 他后来在文坛上面的发展 远比当初在商场上 来得要好了好几十倍啊 当初他的这个痛点 就是他的工作被解职了 反而变成了日后的这个转捩点 这个人就是美国的知名的作家 名字叫做霍桑 朋友们人生啊 就像开车一样 如果看到前方有 有有有障碍物 有比方说墙壁 一些困境挫折 横堂在前方的话 不要呆呆的就站在那里哦 不然呢就是转个弯 对不对 转个弯呢 之后你会发现到 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上帝必不苦待人 很好的话 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要知道 这个不是上帝故意要整你的 苦待你的 而是正在为你预备一条更适合您走的另外一条道路 想一想啊如果 Robin还有祸伤不懂得转弯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艺术的话 如果这个Robin在手被受伤以后变得自暴自弃或者是说这个大文好 祸伤也在从从伤的这个失败的经验之后变得这个颓废度日的话 如果他们两位他们不另外找出路的话 那么话谈就少了一个优秀的漫画家 文坛就少了一个闪亮的明星作家 朋友们啊你相信吗 天无绝人之路哦 转个弯 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因为上帝不是一个苦待摧残人的上帝 很多的时候当遇到挫折的时候 并不是哇我完蛋了 而是我该转个弯了 因此神的话今天对你也对我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反思都能做 上帝赐你平安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